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城市猎人》 孟波是一名私家侦探 他还负责照顾着一位已故同事的妹妹,慧香 然而令孟波没有想到的是 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如今可爱动人的女人 这天,孟波接到任务 将金村红刺的女儿金村亲子带回家 之后,孟波在香港一个公园 发现了亲子 亲子得知孟波是他爸派来的之后 想都没想,瞬间跑路了 奔波一天的孟波感到非常饥饿 这时,一群女人捧着一个蛋糕出现在他面前 祝他生日快乐 很快就图穷必现了 原来这些女人都是找他复仇的 这时慧香也拿着蛋糕出现 准备给孟波惊喜 但看到孟波这里有这么多女人 便赌气地告诉他 他要和表哥乘坐游船富贵号出海游玩 孟波处理完这些女人后 连忙去追会香 不料却被人拦住 只好伪装货物偷偷潜了进去 在入口处邂逅了美丽警探 雅子和他的小姐妹 雅子是一个警察 警局收到消息 这艘船上有恐怖分子 但没有确切证据 所以无法让这艘船停航 所以派雅子上来打探消息 凑巧的是 亲子也上了这艘游艇 之后,警卫发现了孟波 孟波为了躲避警卫 藏在了泳池派对里 恰好遇到了惠香跟他的表哥 惠香便故意和表哥亲近 刺激孟波 那和孟波已经饿极了 只能看见惠香的嘴巴动 却听不到他说的是什么 惠香一气之下将他推进泳池 而另一边 雅子为了打探消息 来到了赌场 遇到了赌场高手高达 一番纠纷 两人也算结实了 在房间里的恐怖分子准备行动 其中一名的枪走火了 惊动了正在隔壁房间 换衣服的亲子 亲子小心翼翼地偷听到的谈话 他们要劫持30位富翁 其余人将全部灭口 亲子听得很入声 一不小心打开了淋浴 吓得亲子大叫一声 惊动了隔壁的恐怖分子 其他人开始行动 亲子想要找船长汇报 半路上遇到了船上的大副 向大副告知自己发现的情况 大副假装带他去找船长 实则是找一个人少的地方 灭口 被察觉的亲子激烈反抗 这时孟波刚好也在这里 孟波便救了亲子 在路过一个电玩城 遇到两位吃迷电动的二兄弟 召唤他俩赶紧报警 而此时 麦当卢已经将剩余的人 全部集合在大厅里 开始开心地玩起了赌牌游戏 谁和他赌牌 只要没赢 他就当场枪杀 而外表美丽的会箱 则被麦当卢的一个手下 带去了房间 这时轮到雅子 高达便和雅子替换了 高达不愧是赌场高手 联赢了十几场 此时 麦当卢在大屏幕上 看到孟波和亲子 便使了个手势 让手下去抓他们 但高达却误会是杀他 便用自己的绝技飞排 连杀了几个人 雅子动作俐落地 夺了其中一人的冲锋枪 加入了战斗 场面一顿混乱 雅子让孟波赶紧去救会箱 他帮忙照顾亲子 被抓进房间的会箱 用尽手段和杨鬼子周旋 但最终还是被杨鬼子制服 千军一发之际 孟波闯了进来 打倒了杨鬼子 这时 麦当卢带人闯了进来 抓住了孟波 会箱趁机跑了 逃走的会箱 与雅子他们相遇 他们决定去雅子的房间拿枪 但是雅子的房间 有人把守 雅子的小姐妹便自告奋勇 去色诱 会箱的表哥 则偷袭打那个守卫 然而那个守卫 打晕小姐妹 反而把表哥拖进了房间 最后 雅子和会箱 一起把守卫放倒 各自拿了适合自己的武器 由雅子和亲子去救孟波 会箱和表哥去大厅救人质 之后 孟波得救了 营救小组 也悄然来到了船上 开始了反攻 谁知麦当努 不知道何时 已经将会箱挟持 以此威胁孟波 让他走 这时 会箱看到有人在背后偷袭 出声提醒 孟波空中大回环 击杀了那个人 会箱也趁机反抗 孟波玩心四起 子弹都被他打光了 两人只能展开肉搏 一场别开生命的战斗 拉开序幕 最终孟波齐胜一招 麦当努踩到遥控炸弹 当场被炸死 亲子对孟波心生好感 乖乖地跟着他 回了家 孟波的任务 也算是完成了 可是亲子的爸爸提出 希望孟波追求亲子 并表示 以后的财产 都是女婿的 会箱在对讲机里 听到这一切 以他对孟波的了解 知道孟波一定会答应的 没听完 便生气地走了 但孟波却拒绝了 此时秘书说 会箱已经走了 表面上孟波不在意 结果出了门以后 就狂追出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 不一样的 记得 心疼 不要 我最喜欢了